嗨,你好,我是小饭 今天想和你聊聊投资美股ETF的四大理由 希望看完这部影片以后 你会了解为什么要投资美股的ETF 而且啊,你再也不用浪费在投资个股这件事情 这正是我做这频道最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不论你是一个只有22K的小资族 或者是你有了一笔钱 但是在现在定存这么低的年代上 你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投资美股的ETF是一个很好的被动收入方式 哦,对了 我现在讲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把这个钱放在那里 投资个10年、20年、30年以上 作为你以后准备退休之用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看个股名牌的话 没有关系 请你也看一下我这段影片 说不定你也会和我一样 投资加入美股ETF的行列 再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名牌 你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个主动选股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有亏钱 一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励志说 我要开始研究股票 我要开始赚钱 那个时候啊 什么K线、KD、RSI、多头排列 或者喇叭状 各式各样的指标我学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学了一大堆 而且我也玩融资、融券 成果呢 我的印象就是没有亏钱 其实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太多股票我不想记得 而我和朋友聊股票的时候呢 我只记得我赚的 但是亏的呢 我的大脑会自动的忘掉 最后往往记得的就是没有亏钱 第一次去美国股市开户啊 我在上班的时候偷看股票 结果被美国来的客户 他经过我的桌子的时候 看到我的荧幕上面出现这个股票的走势图啊 我想说啊完蛋了 他等一下可能会想说 我们这个代工的工程是怎么这么混啊 没想到他问我说 哎你要不要考虑去美国买股票 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困难 他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上网 按几个按钮 然后最后文件印出来以后 签个名 他到美国只要大概花5cent寄出去以后呢 就可以完成注册了 而且美股只要一股一股的买 看起来好像玩电动玩具啊 你可以实时看到出价是多少 然后人家买价是多少 一下就成交了 很像在玩电动一样 那个时候呢 我美股开户以后 我就考虑到 在台湾的电子业 通常都是电子代工厂 那常常美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呢 就会说这个代工是谁谁谁 可是在台股有一些产业 却是没有包含到的 比如说 像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品牌 那个时候Starbucks是在扩点 还有软体产业在台湾其实并没有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买了Starbucks 还有软体股 第二名的Oracle 因为那个时候的Microsoft实在太贵了 记得我的Starbucks赚了一倍 但是Oracle呢 我只记得我没有亏钱 其实就是没有赚钱的意思嘛 而且那个时候啊 还有一支股票叫Amazon 5块钱 大家也知道它现在是到什么程度了吧 我还记得我曾经去上过投资老师的课程 那位老师说 股市呢是政府公开的赌场 当你进入了以后呢 就记得你的对手就是那些专业人士 公开的在市场上宰杀 而赌徒的个性就是呢 这次虽然输了 但是我下次一定会赚回来 要证明我是对的 投资个股的时候 只要亏钱的话 内心都会告诉你 这次只是没有赚 只是拉平而已 投资美股ETF第二大理由 和大盘一起 你永远不会输 股神巴菲特他曾经建议一般人士 只要买低成本的美国指数基金 就是最好的投资 而且他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 在2008年的时候 他对众多基金经理人下了战铁 他愿意以10年为期 用指数投资 投资标准普尔指数 跟主动式投资的基金经理人 来比较操作绩效 10年过去的 在2018年的10月 跟巴菲特对坐的基金经理人 Ted Sadus 眼见无法获胜 他就提早认输了 结束了这场长达10年的比赛 指数是一个最平均的方式 如果大盘涨 我们就赚钱 如果大盘跌 我就亏钱 股市长期而言 它是会上升的 因为人类 它会不断的发展出 各种产品服务跟价值 那股市呢 整体当然就会因为这样子 不断的上升 那为什么一定要买美国的ETF 而不是买台湾的0050呢 这就跟我去买美国的股票的 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台股的特性就是 电子股太明显了 而美国的大盘指数 包括了所有的产业 占指数重要成分的公司呢 它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公司 你如果今天买了大盘的指数 它一定还有现金最火的 Facebook Apple Google 等等公司的股票 未来 如果某一家公司 比如说 是AI的公司 它又起来了 它也会在这个指数里面 占有一席之地 你完全不用担心 你少买了什么股票 同样的 如果有一家大公司 它慢慢的萎缩了 慢慢的不行了 自然而然 在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 也就会这样 发展出这套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还拿过诺贝尔奖 这位学者认为 每档股票都有它的预期的风险跟报酬 有的股票它很牛皮 它风险很低 有的波动很大 但是它风险很高 如果把两者结合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投资组合 就可以让它的风险降低 如果我持续的把各种股票 一档一档的加入这个投资组合 我的风险就会慢慢的越来越低了 到了降无可降的时候 只剩下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天灾来战争等等 换言之 你只要有一个有效率的投资组合的时候 投资人是可以把风险降到很低 而且创造理想的报酬 这个理论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 其实已经在华尔街掀起了一阵旋风 ETF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 投资美股ETF的第三大理由就是省市 我现在投资美股 我只一剂子做一次 我们每次只要花30分钟的时间 定时投入 并且把我的投资组合调整成自己固定的资产配置 比如说我的股债是1比1 如果这一季的股债我发现它突然变成3比1的时候 我就会把股票卖掉一些买入债 让这一季的股债再回到1比1 这叫做债平衡 这个时候我刚好做的事情就是把比较高价的股票卖掉 低价的买入债券 这个刚好就是一个买低卖高的机械动作 如果你是小资组只有一点点钱 一年投入一次也没有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 长期而言不会因为你投资的频率而有太大的影响 人生而平等这是一种理想 但是现实不是如此 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看懂一件事情 赚一点点钱 但是有人却不用 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是平等的 就是人不分贵贱 一天都只有24小时 我记得我以前玩股票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下了蛋 我一定会心神不宁的一直去看一下股票 开会的时候看一下 和朋友吃饭的时候看一下 睡前再看一下 起床再看一下 如果亏钱了 再找到另外一只股票 赶快再进几张 好像在买彩券一样 一鼓在手 希望无求 但是呢 马上又忘记之前买的亏钱股票 像我这种好强不认输的使命个性 就会希望说 他要等我赚钱才要卖 我是对的 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导致呢 我现在的台股账户里面 还有一些减资的零股啦 还有下市的壁纸 为的就是希望要证明说 他可以扯平啊 如果把赚来的钱 做ETF的话 完全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研究个股投资 而是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你是不是比那些玩股票 但是又赚不了钱 赚了更多的时间呢 因为指数的特性 即使是像现在的新冠肺炎最惨的时候 你的亏钱也是大盘啊 不会全盘皆输 睡得着 当各国撒钱救市的时候 你的基金自然又回升了 那如果你再加上资产配置的时候 当时的债有救到你的股票的话呢 波动会更少 投资美国ETF的最后一个理由就是省钱 这里啊 我最建议的就是买美国的Vanguard 他推出的指数型ETF 虽然巴菲特他讲的低成本美国指数基金 他没有指明是哪一家公司的ETF 但是明眼人大概都知道讲的就是Vanguard ETF 因为他的独特设计让购买ETF的人就是这个基金的股东 这和其他的基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其他的基金要的是客户的内扣费用 但是Vanguard的客户就是股东 所以呢 公司创造的利润就由基金的股东所分享 因此创造基金的持有人来说呢 他实际上支付的成本就相对的低了 而这省下来的比例 看起来似乎很小 可是要知道哦 你在台湾买的基金 很多的内扣费用都是1.5% 2% 3% 4% 5%的都有 但是呢 Vanguard的基金呢 却是万分之几 万分之二 万分之三 万分之五之类的 放在禅远来看 比如说我投资一样是年报酬7%的指数基金 我放了100万在A基金 但是他的年报酬呢 扣掉了1.5%的内扣费用以后呢 是5.5% Vanguard因为手续费比较低 他的年报酬还是保持7% 在10年以后啊 这两个相差了26万 在20年以后 这两个投资的成果呢 竟然会差到95万哦 所以基于以上四大原因 1.主动选股投资最后结局 往往是没亏钱 2.和大盘一起 你永远不会输 3.省失 第4个省钱 所以呢 我强烈建议投资低成本的美国指数ETF 我现在常常告诉我念小学的孩子们 以后开始赚钱投资的时候 就是买美国的ETF支出基金 因为时间加上复利的效果 就是你们最大的优势 看到这里呢 不知道你对于投资美国ETF 有什么看法 是赞成呢 还是觉得有些是没有道理的呢 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想要持续了解投资理财 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的朋友呢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和小铃铛 我是小范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